6500万年前的生物大死绝之后,地球再也没有发生过毁灭性的灾难,而人类的祖先也开始在这个时候出现,通过不断的进化,最终形成了人类文明,因此人类初诞生到现在已经有数百万年的历史。 虽然人类的历史有几百万年了,但其实大部分时间都是处在原始社会和封建社会,真正让人类文明开始转化为科技文明的时间才不过300年左右的时间,尤其是近50年的科技更是像坐上了火箭,一天一个样。 因此现代科技文明真正的兴起发展才不过50年左右,由此可见人类的潜力是非常巨大的,世界上的四大文明古国的文明历史都在5000左右,要不是有300年前开始的工业革命,根本不可能有现在的科技文明。 按正常逻辑来说,300年前的世界不可能有太先进的东西,可事实上,科学家在世界各地发现的一些文明遗迹中,却发现了现代化的东西,甚至超现代化的科技。 我们知道的玛雅文明,亚特兰蒂斯文明,从发现的遗迹中,及一些历史文献记载中去发现,他们的文明非常发达的,像玛雅文明,历史文献描述中,他们有可以飞行的机器,这不是现代的飞机吗? 埃及的金字塔中,还有飞机模型以及宇传人的图画,这些壁画没有如果实无参考,不可能是当时埃及几乎乱想出来的。 必定是当时的埃及人,根据实物画出来的。 那么这些古遗迹中发现的现代及超现代的东西,告诉我们一个真相,地球的历史不简单,人类的科技文明,并不是地球的唯一,或许地球在很早以前,也是有过发达的科技文明。 只是后来不知什么情况,这些文明都消失了,这些只是一些古迹及史料记载,而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,有一只科学探险队去非洲的一个偏僻荒漠中,探寻一些古遗迹,却不想在荒漠中迷路了。 他们误打误撞,非常心愿地发现了一个原始部落,这个原始部落非常隐藏,如果不是运气好,专门寻找根据找不到。 而正是这个原始部落,让科学家们感到震惊,这个原始部落自称为达共部落,虽然他们的生活水平还处于原始时代,但他们对于宇宙的认识却让科学家们大吃一惊。 他们告诉科学家,距离地球近8.71光年的天狼星存着两颗卫星,其中有一颗名为波多罗卫星,是一颗体积极小,但质量极重的兴起,科学家感到非常惊讶,这都是现代科学通过天文望远镜才能观察到的数据,而这些原始部落的人们是怎么知道的,他们可没有现代先进的天文望远镜等设备。 最让科学家感到不可思议的,是他们接下来对达共部落起源的介绍,他们自称并不是地球人,他们的祖先是来自于天狼星的卫星波多罗,由于祖先的星球发生爆炸,被迫带着幸存下来的一部分波多罗星人乘坐飞船来到地球,因为地球是一颗生命星球,非常适合他们居住,因此就在地球选择了一个地方定居下来。 人世部落的人们还为科学家讲述了很多有关波多罗卫星的情况,还说了爆炸的时间,科学家们自然也知道,观测到过天狼星这个卫星的爆炸,时间也基本一致。 如果这个事情是真的,那说明地外文明是真实存在的,而且它们要比人类文明先进太多,可以从4.8光年外的天狼星来到地球,那文明的科技实力恐怕要甩地球几百条街。 这次的科学家意外所得,也让科学家充满了担忧,这说明地球有可能早已进入其他文明的视线中。 虽然人类一直在寻找外星文明,可是一无所获,但宇宙中的高级文明,它们的科技远超地球。 探测宇宙的科技也不是我们可以相比的,或许地球早已被它们探查到,但地球文明等级太低,也吸引不了它们的兴趣。 人类之所以现在还没有发现外星人,可能跟我们的探测能力有限有关,我们现在连太阳系还走不出去,而外星文明可能都在太阳系之外。 像刚才部落的人们所说的天狼星,距离地球就有4.8光年,这个距离对于人类现在的科技来说,那是遥不可及的。 即使那里有着很多的外星文明,我们也不知道,我们可以通过天文设备,看到天狼星等行星,但比星球小的东西,距离太远,我们是看不到的。 即使天狼星域,外星文明的宇宙飞船飞来飞去,我们也是看不到的,因此想要直接探索宇宙。 发现外星文明,最重要的还是提升科技,尤其是在速度方面,有了重大突破才行。 如果没有速度,宇宙飞船就不可能离开太阳系到达很远的星系,更不可能发现外星文明。 而这个速度,最少也要达到光速才行。 如果达共部落所说的事情是真的,那么他们祖先的文明,必然是一个高级文明。 他们宇宙飞船的速度可能已经达到了光速,否则是很难来到地球的。 而光速对于现在的人类来说,太科幻,也太遥远了。 人类还需要更加努力才行,或许再过几百年,几千年,光速对于人类来说也能达到。 到时我们也可以去天狼星看看,看看那里现在是否还有文明存在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感谢观看